第1416集 你回来了 怎么样 陈老答应见我了没有 梁佩山远远地看到叶好轩 从前面走过来 他连忙跑过来问道 没事了 叶好轩微微一笑 我刚才去见陈老了 他身体有些不舒服 我顺便把他的病给治好了 他现在要见见你 真的 梁佩山一喜 随即他有些疑惑地说 叶无常 我可告诉你 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你可不要拿着这件事情开玩笑啊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样子吗 叶好轩哭笑不得 梁佩山居然不相信他 说好的 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那好 我们现在走吧 梁佩山看叶好轩 一脸正经的样子 他觉得叶好轩并不像是在跟他开玩笑 他这才点点头和叶好轩一起 向陈老所住的地方走去 话说陈老可是一个认真的人 你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叶好轩问道 放心吧 准备好了 梁佩山瞥了叶好轩一眼道 作为员工 你不该对你的老板多点信心吗 好好好 我该对我的老板多点信心 我的错 我的错 叶好轩哭笑不得地说 看来 梁佩山的信心十足啊 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 可能时间会长点 你要是等不了 自己一边玩去 到了目的地 梁佩山接过了叶好轩手中的公文包 转身走到了那幢别墅里面 陈清月在门口把梁佩山迎了进去 然后带着他向老爷子的房间里走去 叶好轩输了一口气啊 不管结果如何 他都只能帮梁佩山这么多了 剩下的事情 还是要梁佩山自己努力去争取才行 他对于这个项目了解的不是太多 但这是邵氏科技提出来的周边的产品的延伸计划 邵氏营对此一定是知情的 改天抽个时间问问邵氏营变形了 看看时间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再过一会儿天就要黑了 叶好轩也相信梁佩山有足够的实力 所以他这一进去和陈老肯定要谈上一段时间的 所以叶好轩打算四处的到处逛逛 毕竟这个地方的环境还算是不错的 他刚刚转过身 本来已经关上门的别墅 门又开了 陈清月的声音传了过来 有时间吗 叶好轩回头 只见陈清月站在门口 他对叶好轩微微一笑 有 叶好轩一点头道 那好 陈清月微微一笑 看来老爷子和你家老总谈得不错呀 陈清月微微一笑 他们两个甚至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老爷子连说如果早点遇到他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那好 感情这件事情就这么敲定了呀 叶好轩笑了笑 对啊 这件事情就这么敲定了 这个项目 他已经打算和梁氏合作了 你要知道 这可是一个象征性的工业园 以后未来科技的周边产品 都会在这里研发 邵氏可以专心做自己的技术 而制造的事情 可以完全交给护城的这个工艺员来做 陈清月笑道 我想有这个基础 粮食在护城也是无人敢惹的存在了吧 可能是吧 叶好轩笑了笑 现在他还面临着一些麻烦 我希望他的麻烦 能随着这一次的成功 而离他而去 他有什么麻烦 陈清月有些好奇地看着叶好轩 一些家庭上的事情 关不了 叶好轩摇摇头 总之 他有一个奇葩的老爹 所以他的情绪最近都不是太好 当然 他工作起来的时候 就会把一切都给忘了 所以现在他只能用工作来麻醉自己 叶好轩微微一笑 这一次的这一个项目 他可是做了不少的工作的 我觉得他对这件事情 是志在必得的 粮食的条件也不错 他提出来的一些建议 很新颖 也很大胆 我家老爷子虽然老了 但是他自己比较有想法 他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 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陈清月笑道 恭喜你啊 你可是为你老板立下了打工 我只不过是一个保镖罢了 作为保镖 老板有麻烦的时候 我自然要为老板分一些优的 这样才是一个称职的保镖啊 我倒觉得 你们两个的关系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陈清月盯着叶浩轩 她的眼中满是笑意 我想说的是您想多了 我跟她的关系 只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这个女人到底往哪儿想的 别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陈清月根根一笑 老板与员工之间嘛 有些时候总会有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你也不必要掩饰 我只是一个看门的保镖罢了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和我的老板发生点什么 毕竟她的总裁老子 看我貌似有些不是太爽啊 我倒觉得 你身上有一股气质 陈清月回过头 她看着叶浩轩 你身上的这些气质 与你显得与众不同 我倒觉得 你不像是一个普通人 那么简单 是吗 叶浩轩有些惊讶地 看着陈清月 你会看人啊 我不会看人 我只是懂得一点面相罢了 陈清月微微一笑 你的这种面相 可是大富大贵之相 你说你只是一名普通的保镖 我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事实上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保镖 叶浩轩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不过我之前做过医生 可能是我做医生的时候 接触的贵人多了 所以才会让我沾上些贵气 一定是这样的 你不想承认 我也没有办法 陈清月双手一摊 他清楚 叶浩轩 绝对不是一般人 但是对方既然不想承认 那就一定有对方的顾虑 所以 他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 我不是不承认 我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 叶浩轩 哭笑不得地说 要不我把我的心挖出来 给你看看 能挖的话 我肯定会挖出来看看的 陈清月微微一笑 他继续向前走去 现在太阳已经偏西了 今天的天气十分的好 虽然这个地方的空气湿热 但是论起质量来还算是不错 现在两人所在的地方叫做玉化池 这是一个巨大的阴阳鱼的图案 图案上面 有一尺多深的清水 而且无数小鱼在里面游来游去 看起来十分的有意境 而且这个地方已经是山的最高处了 从这个地方看西洋 那是一个绝佳的位置 而现在的时间 正是西洋最好的时机 残阳如血 这是叶好轩心中涌出的一个念头 只见西边的晚霞 几乎映红了大半边天 很美 但看起来却有几分血腥 你在护城待着 就是为你家的老爷子探路吗 叶好轩问 可以这么说 陈清月想了想 我来这里 就是为他探路来的 老爷子做事情一向比较严谨 他不了解一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会贸然来这里的 但是这一次的项目必须落户在这儿 所以他就派我做打头阵 你是一个洋女 叶好轩想了想到 你要知道 你的说法 是会影响格局的 因为我看得出来 老爷子比较看住你 也比较信任你 是 我来这里 会影响老爷子的格局 你是想问 陈家的人 怎么会放任我胡来 陈清月笑了笑 我无意冒犯 只是好奇罢了 叶好轩双手一摊倒 他们当然会怕我胡来 但他们在意的 不是这个项目能不能成功 而是他们能从中捞出来多少好处 陈家 不是大家所看到的那个陈家 子孙不争气 迟早有一天会出大事的 不然的话 老爷子为什么会不相信 他的那些至亲 反而会相信我这么一个 什么都不是的外人 这足以说明了一些问题 陈清月淡淡地一笑道 好吧 大家大户 总会有些奇葩的事情的 有些时候 争斗也是在所难免的 只是 你一个女人 一个外人 能在陈家应付自如 看来你不简单的 叶好轩笑道 你这是在夸我 还是在知我阴随 你是想说 如果是头脑简单的人 在陈家 根本不可能立得了足吧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叶好轩有些尴尬 其实他心里清楚 他就是这个意思 你别演示什么 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懂 陈清月回过头 他凑近到叶好轩的耳边道 其实不仅是陈家 放眼这个世界 都是这样的 哪个地方没有阴损的人 哪个地方没有斗争 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 每走出去一步 都像是如履薄冰 稍有不慎 就会万劫不复 所以做人 必须狠一点 对自己狠一点 对别人也要狠一点 明白 叶好轩有些诧异地 看着陈清月 他不明白这个女人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这个女人看起来挺温柔的 但是当他把自己的内心的 另外一面展现出来的时候 叶好轩居然 有种阴冷的感觉 我希望我露出自己 另外的一面 没有吓到你 陈清月的表情 瞬间恢复了正常 他对叶好轩微微一笑 然后恢复了那副 温柔大气的样子 没有 其实你刚才的样子 才是你真正的样子 唉 叶好轩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有些时候 人之所以变 完全是被自己身边的人 逼到了那种地步上 对 人善变 完全是被这个社会 逼到那一步的 陈清月微微一笑 你不改变的话 你就会被这个社会中的人 给吃掉 所以你必须变 不为别人 只是为了自己 我觉得 你没有安全感 叶好轩笑了笑 每个女人 都没有安全感 陈清月淡淡地说 因为女人在这个社会中 都是属于弱势群体 稍微有点智商的女人 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来保护自己的 所以女人善变 其实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 她们之所以善变 完全是因为 她们想保护自己罢了 也是 你们最缺乏的 就是安全感 叶好轩微微点头 她看看时间 时间不早了 她们两个 不知道谈得怎么样了 她们恐怕要谈到半夜了 陈清月也看看时间 你家总裁挺有想法的 我家老爷子看起来很看重她 而这件事情也确实事关重大 如果粮食接不下来 恐怕整个户城 就没有人能接得下来的 话虽这么说 但是后期的问题一定很多 叶好轩皱了正微的 感谢观看